说好了这两期降温要循序渐进 那第二条就来一发热门人物的冷八卦 爱豆们那些五花八门的才艺 除了主业饮食各宗 不少爱豆也主被动 培养了不少心虚爱好 有些甚至到了备受语证书的专业级别 当做第二种谋生手段大多是玩笑话 从中看到爱豆的性格和喜好都是有趣的多 窝本转行组 因文体不分家 身材优越的运动选手 是心态们挖人的固定领域之一 第一组里的爱豆在成为练习生之前 都曾有过职业运动员的经历 花华是个美女评出的项目 演员里有韩采英 孙慧桥 爱豆里就有新之勋 前短道素华选手出了孙中基 爱豆里还有罗再明 带有极限运动色彩的直排轮滑 追求速度与激情 很难和180腼腆中 透着傻夫夫的大个子联系在一起 没错他就是孙东云 论身材游泳项目积聚优势 演员里苏志谢 朴宝剑 皆有职业经历 爱豆里则是金友珍 哈尼 两位大美腿 最有人气的足球项目 除了人尽皆知的引斗郡之外 郑泽运 中本优太 出道前也曾当过职业运动员 在日韩人民中爱的棒球项目上 在韩出道的日本爱豆安达友人 充分体现了文化交流和融合 除此之外 李中和曾是柔道选手 Key曾是滑水选手 至于王嘉尔 这位曾拿下亚青赛 金剑冠军的前运动员 救护壁壶再多做案例啦